自从姚明退役后,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上已经是10连半,创2917天不赢球奥运会尴尬纪录,伦敦奥运会5连半和里约奥运会5连半。 姚翔2008年北京奥运会,中国男篮干胜德国、安哥拉和西班牙战到加十算,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老大,如今在奥运会上却是一胜篮球。 其实早在1978年到2010年之间,中国男篮从来没有缺席过决赛,其中更是获得了7次冠军和2次亚军。 但是在2014年人穿亚运会上仅仅拿到第5名的成绩,在去年的男篮亚洲杯上同样也是获得了第5名。 中国男篮为何退步了?看张卫平和刘玉洞的肌肉照片也许你就会明白了,张卫平现在是中国著名篮球解说员。